来看到2024的总统大选 最近呢最新的民调出来 这份呢民调是在6月28号到7月13号所做的 网路温度计针对的是赖清德侯友谊 克文哲最近一个月的网路好感度 前后来做一个比较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 上一次所做是在6月15号到6月27号所做的 当时呢赖清德他的支持度呢 是好感度是0.32 到了这个月的时候呢 是上升到了0.38 是有往上升的情况 好另外还可往上升的呢 就是侯友谊 侯友谊在上个月所做的是0.31 但是呢这个月所做到了是往上升 升得很高到了0.35了 好另外倒是柯文哲的部分 他从0.32到0.32 几乎就是一个持平的状态 所以看到侯友谊的好感度呢 是有在这个月急速的再回升的情况 所以有人就说这是呢 金普聪帮助了侯友谊 站稳了选战的主轴 好但是对于有一些政治评论员来说 或是前立委来说 他们都认为说 似乎金普聪的动作呢 让他们觉得 有一点太尖锐了 像是呢王上志他就认为说 他怀疑呢金普聪根本就是来分裂国民党的 因为他的很多动作呢 是要把国民党给搞烂 搞残跟搞废 另外前立委郭正亮他也认为 因为从金普聪的一些动作来看 金普聪呢跟党内对抗起来 对尤其是一些年轻的世代 他讲话也很尖锐 一开始呢一定是有考虑到723全代会 怕会有变数 他说呢金普聪的这个心情 郭正亮说他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呢金普聪来帮侯友仪 但是马英九却要切割金普聪吗 而且还赏了闭门根吗 来看到有立委又在猛爆料 所以是大动作在做切割呢 金普聪他自己说 他是接受了侯友仪三顾茅庐来请托 并不是由马英九推荐他去的 那另外呢马英九是透过了基金会的执行长 萧续成就说了 是侯友仪去找金普聪 后来呢金普聪有透过基金会 跟马英九来报告 他说呢马英九前总统呢 是乐见其成也祝福他们 但是呢立委郑立文却是爆谋料了 怎么爆料呢 他说金普聪啦 接了这个超盘手呢 是见马英九想见 但是呢结果呢 马英九没有想要见他 金普聪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马英九出来帮他背书 结果呢却是被拒绝了 他还讲说金普聪呢 去接这个位置跟马英九 其实是没有关系 但是呢外界很多人都误会 有一些联想 搞不好连侯友仪都是这样联想说 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马英九在支持 但是呢 郑利文说他很了解马英九 他这个不沾锅三个字 不是让得虚名 所以他现在是怎样呢 马英九依旧是不沾锅 看到金普聪也连续了三天 接受了专访 那么对于郑立文 对于这个蔡振元 有一些讲了重话 但这些重话都已经讲出去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整合呢 郭正亮也给出了八个字的建议 知道啊 所以就安静一点 委屈一点 总看是有时候也要委屈一点 因为你不是主角嘛 主角是侯友仪嘛 对 就是一定要对侯友仪好 这个这个竞权总看事才有必要继续发言嘛 那既然目前 我觉得蔡正元跟郑利文也没有说要追杀到723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危机暂时解除嘛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扩大啦 那至于723之后怎么团结 让这个侯友仪的声势能够往上 那个当然是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啦 不过我认为侯友仪底定之后 那个态势会不太一样 那723之后 郭董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 走到9月17号正式才与联署啊 我觉得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数 可能会出现变数 那当然如果有这样的变数出现 那侯友仪就要更努力啊 去把南军的主要的一些 尤其是韩国瑜啦 我认为韩国瑜最关键啦 对但但这个会不会困难度有点高呢 可是因为已经底定了嘛 对 底定了嘛 那底定了之后 你觉得已经完全底定了 723当然是底定啊 当然我今天在 在网络上又看有人在搞另外一个活动 这个我不知道谁搞的 脸书上的 叫做非律大初选 侯友仪确定提名之后 然后8月又 又没有民调明显上升啊 那9月这个声音就会出现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时间点也不能拖太晚 他们的预期大概就是希望在10月 10月中旬之前能够搞定 我知道这个这个的思考方式啦 那这个当然要假定就是说 侯友仪723确定那个全贷位通过之后 然后他自己去发展他的整合的能量啊 不顺啦 对 比如说你去整合韩国瑜啦 去整合这个郭台平不是很顺啦 然后你自己的民调又没拉起来 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郭董不断的在抛出啦 说他要跟谁合啊 跟谁合啊 那柯文哲为什么有底气 因为他民调理因你嘛 所以他可以不理会 他可以不理你啊 可是我觉得侯友仪跟郭台平因为有点纠缠 所以我认为侯友仪的 如果723顺利通过 他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8月务必要 让他的民调往上拉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仪表现不尽理想 时事评论员黄洋明认为 主要是侯友仪一直在帮执政党服务 缺乏对抗执政党的磨练 再加上了金普聪最近引发的薪酬救恨 黄洋明坦言国民党现在真的是没有赢的条件 过去从国民党在野之后 有没有思考过你是在野党 你在野党的意思是什么 在野党就是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就是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就是要跟各个族群站在一起 但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侯友仪我发现侯友仪为什么 在这种抗争场合表现的不会 不如人意的最主要关键就是 他永远都是执政党 他的人生都在为执政党服务 或是他就在执政执政党者的角色 他没有当过在野党 这是一个 我讲这个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应该说他的人生经历的缺乏 可是他现在要代表在野党出来选总统 那他会缺乏一块叫做什么 叫做对抗执政党的磨练 他没有带领群众上街头的经验 甚至过去群众上街头 他是负责督导警察 准备去这个随时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 有任何状况 他要要求警察去处理的 所以他常常是站在群众的队里面 那这个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就是他把这场真的当肇事场 我觉得那个稿子 谁谁叫他讲什么公平正义侯友宜 那个那个幕僚可以 如果是金普通赶快赶走了 金普通如果看了这个稿 还让他讲出来下台滚了 国民党在2016年失去政权之后 没有没有广结善缘 没有跟在野的阵营 全部不像是个在野党 那2016以前的恩怨呢 在这一次因为金普通的回归 导致呢 正义兄弟 再加一个政杰 立文杰 就说有很多 马政府执政时代的恩怨 又被搬上台面来 甚至现在是一副就是两边 就是要于死罔破了 那这个对侯友宜绝对都不利 这样的状况下 国民党没有任何赢的条件 我们去拿下一个公主 我是抗争的 应该是一非常旧的 这个人 像是这些烦路 并且 这个人 我好像在这里